《与人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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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 《与人归主》 因为我们把它放在侍奉边 因为谈到什么是真正的侍奉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事情 都是侍奉 那么当然 《与人归主》 也是侍奉神很重要的一个方便 第一个是关于福音 我们知道要传福音 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前 在颁布的一个大的使命 这就记录在马太福音 最后一章二十八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 经文说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间的末了 现在我们就要把一些概念 先搞清楚一点 何为传福音 就是什么叫传福音呢 我们再比较一下 实际上我们要 哪些是比较片面的概念 哪些是比较全面的概念 从目标来说 有人以为 传福音就是领人信主 领了信主了 就万事大吉了 这福音就传好了 但是真正全面的看法是什么 就像主耶稣 帮他们的使命一样 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 做耶稣的门徒 往往就意味着 要做一个尾身的基督徒 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的基督徒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 对我们每个弟兄子民来讲 是蛮重要的 往往呢 我们就以为 传福音就是拯救灵魂 他过去不信 那现在通过觉知他信主 他就进到主力了 常常呢 我们就容易 如果这个目标定在 领人觉知信主的话 我们常常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 生而不养 传了福音了 就让他 反正他已经信主了 灵魂已经得救了 甘地就去 再去领别人信主 这种热心是好的 但是呢 因为他目标定的太低了 只定到让人信主 所以就让他实际呢 信主以后没有时常再去跟进 栽培他 反正觉得他已经在神内看过下了 他怎么走都神来保护下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 是有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去栽培他 他就很难成为一个伟生的基督徒 所以你看的话 他一旦信主 可能说就松一口气 高兴一阵 就不太管他了 就去找别的目标朋友 信主以前大家都很关心他 信主以后就没人管他了 所以有的目标语说 我要早知道我还是就不信主 大家都来关心我 所以我一信主没人管我了 这就是在目标上我们不清楚 我们不知道他信了主以后 很重要的一步迈出来了 但是要成为跟随耶稣有伟生的人 还需要继续关心帮助 要继续跟进栽培他 所以这第一个是目标 那么第二从形式上来说 我们很多人以为要传福音 那要不就是开步道会 要不就是个别谈道 个别的步道 当然开步道会或者个别谈道 确实是传福音的方法 但是不是唯一的方法 实际真正的全面的看法 传福音的形式是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任何场合 第三从谁去来传福音 那有人就以为传福音就是传到人 或者是负责同工 或者是有恩赐的信徒才能传福音 实际全面的看法是什么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传福音 而且都能够传福音 这就是三方面 所以最后我们会发现 什么是传福音呢 传福音就是领人归主 并且让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这就是整个传福音的基本意思 那么刚才讲了何为传福音 现在反过来 为何要传福音呢 一个是传福音是爱神爱人的 记忆中的表现 是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他说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 就是我们真正对神的爱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遵照神的命令去做 这就是对神的爱 虽然我们知道 把福音传到地级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这是神的一个大的心愿 所以如果我们能按照神的心意去 传福音里人信主 那当然就是爱神的表现 同时我们把福音传给不认识主的人 让他们认识神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也是对人的最大的爱 为什么要传福音呢 就是第二 是为了主快点再来 大家知道启示录 最后一句话是 主啊我愿你快来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盼了我们的主 尽快的再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主永远在一起 那么当然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主耶稣也展过一句话 十三节说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当然这意思并不是说好像 我们没有没有把这个福音传到天下 主就不会再来 这个不能成为主再来的一个约束的条件 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希望 主最后审判世界以前 有更多人能够信主 所以彼得也讲 主所应许这些事情没有成就 还没有成就 不是神的担言 乃是神的怜悯 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这讲的就是 主耶稣还是很考虑 怎么样有给人更多的机会 让信徒能更广传福音 让更多人有机会听到福音 有更多有机会能够信主能够得救 再一个第三 为什么要传福音呢 不能不说 我们知道的不能不说 保罗在哥林罗前书 九章十六节他说 如果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他不传福音就有祸呢 这叫联系到就业圣经的立位记 第五章第一节他说 若有人听见法师的声音 他本是见证 却不把所看见的 所知道的说出来 这就是罪 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也就是说像保罗 像每一个基督徒 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我们所认识的这位就是 独一的又生又活的神 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能够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如果知道了不说 不传给别人 那保罗认为就是有祸了 因为你知道的见证 你不去讲给别人听 所以有的慕道的朋友也批评基督徒是功利主义 你们信耶稣是功利主义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们愿意将他上天堂 为了这些好处 大家想一想 愿意上天堂有什么不好啊 愿意下地狱才好啊 愿意上天堂并没有不好 不是不好 对不对 谁都愿意上天堂 问题是在于 如果做一个基督徒 他只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够上天堂 就万事大吉了 那这就绝对不好 不讨神的喜悦 做一个基督徒 他不仅自己能够上天堂 而且他要知道通过他的工作 他的见证 让更多的人也能够上天堂 那这就无可挑剔了 就是这样 对不对 谁生的病都愿意被医治 那你说啊 你去医院这么攻略啊 就想病被医治 那被医治有什么不好 所以像这一句就看到 第二呢 真理的吹逼 哥林多厚书的这五章十一节 保罗说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 所以劝人 知道这个真理 知道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 知道人若不悔改信主 就要走向永远的成论 知道最后神的最后的大审办 那是非常可怕 大而可畏的日子 那知道了这个真理 那就要劝人悔改 这同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你看知道的这个真理 那就好好的把真理传出去 以致保罗都可以说我求你们 好像是就是把自己摆得很低 你去求他信主 为什么知道这是真的 你要不信的话 那将来你就有祸 你就要走向永远的成论 说真理的摧毙 真理的摧毙 那么第三方面 不能不说是什么意思 亚裔不住 要宣扬神的美度 尤其是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心里火热呀 见到逮着谁就给谁传福音 甚至马路上遇见一个人 就要给他传福音 也知道这个太好了 你看一个信动最后 首先像谁传福音 像自己最亲近的人 最好的 关系最好的人 知道这个是太好了 所以你看路加福音 当时候有些门徒 在赞扬的时候 那法利赛人就 就跟耶稣说 让他们要禁止门徒 那这个时候 主耶稣说了的话 将近耶稣沙能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的赞美神说 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至处有荣光 他们就这样 很多人就这样呼喊赞美神 然后呢 三十九节说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父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觉得门徒这么喊的 不想喊 然后主耶稣说什么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 也就是说 充满了心里对神的赞美 你让他不说 都不可以 同时在马太福音 第九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有两个瞎子跟着他 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房子 瞎子就来到他眼前 耶稣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 主啊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 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 他们出去 尽把他的名神传遍了那个地方 本来他们眼睛治好以后 耶稣说你就不要传了 因为耶稣时候没到 结果呢 他们出去一直不住 一下把那整个事情 全都传出去了 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 第四章 当时谈到了这个 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和一个 一个妇人谈到 对不对 那妇人呢最后她是信了主 你看情况怎么样 主耶稣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 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 夫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那山 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敬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就讲了这段话 然后呢 二十八节说 那夫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跟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他把出去了 连这么打水的器具都不带 哇 就赶紧地跑回去 简直了不得了 什么事全都知道 这可能就是基督 你看他最后 因着他的这个传扬 很多人信了主 当然很多人最后 上半天出来 亲自见了耶稣 这人信了主 所以压抑不住 内心对神的赞美 惊叹 那么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 神传福音的方法 道成肉身 这是我昨天讲过的 你看 神也没有说 他一下开一个全世界的大会 神亲自来讲道 或者从天上下了很多的福音的丹章 大家都悔改信仇 这个 或者神在异象中显现一下 我就是耶和华 现在 如果不信仇 你们全要下的地理 就有很多人这样马上对去了 实际上神不是用这个办法 神用的办法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 成为一个普普通的人 但是这个人是在神性的基础上再加上人性 他本来是神 只不过这个神是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的 外表看是普通的人 但是他是有道成肉身 他是一个神 所以这个就不靠外在的诠释 那么耶稣差遣神 主耶稣差遣门徒的办法就是道主柔身 虽然看看耶稣衔选这些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但是就借着这些有圣灵进驻的人 以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把整个福音传遍 所以你看就靠了这些门徒 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 福音已传遍了地中海远海 就是亚洲非洲欧洲这几个圆岸 就靠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都传遍了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里边的道 靠的里边圣灵的工作 是道成肉身 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福音 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工作 一个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 保罗就把这个意思就讲得很清楚了 我明天在讲信心和行为的时候还会谈这段经文 那么第二呢就是信主是圣灵的工作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第三节他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当一个人他要能够接受主 称耶稣是主 一定是圣灵的工作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 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是主 所以我们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中 一定要紧紧的依靠圣灵的工作 没有圣灵的工作是没有效果的 你看保罗他在另外在哥林多前书 他也同样谈到这个问题 他就是有人分派嘛 有的亚波罗派有的是保罗派 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六节他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 我们去邀请啊 为他祷告啊 做御工啊 给他讲福音啊 这都是我们栽种教官的工作 但是呢 让他能够信主 只能是神的工作 如果神不做工 做了这些御工 他还是不会信 所以我昨天说了 那我现在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哪 所以我讲传福音布道 我就努力地讲 但是讲完以后 有没有人信主 多少人信主 这就是神的事情了 因为我只能教怪 我只能杀种 我不能叫他生长 所以这样的话 你这重担就放下了 而且很多时候啊 这个福事组时间长一点 有时都能够很明显的 能够赶到圣灵的工作 有时候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布道 一进会场 我大概就知道今天的结果会怎么样 还没开始讲 那圣灵的工作你都可以自己可以感受到 所以有时候吧 因为交通的缘故耽误 急急忙忙的 到那儿就开始讲 昨天讲了一个小时 一呼召哗一大片 有时候你觉得时间很充分 你讲的也很透彻 一呼召 嘻嘻嘻嘻嘻几个人 常常都是这样 所以我的耳边经常就想到神的一句话 就实际就是一个身心电话 我耳边讲 是我不是你 常常就有这个身心电话 我耳边一样 而且有时候我去讲道 当然要好好地准备讲道 可是有时候你讲的讲道吧 你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种感动 让你去讲一个没有准备的东西 就是你不准备要讲的 那开始我都不自觉 有时候就顺服的感动就改了 有时候就不顺服 还是按照我原来的讲道讲 凡是我按照这个感动改了 最后讲完道总有人来找我 冯牧师你刚才讲的哪一点 真是我最需要的 或者就是这一点 刚好正好解决了我的心结 我愿意信主 那么这一点就真是我在讲道的过程中 觉得应该改的地方 所以以后就慢慢更自觉了 一方面好好地准备讲章 另一方面非常进行圣灵的带领和感动 一旦觉得有感动在里面 马上就按照里面的感动来做 所以就常常就经历到 这是圣灵的工作 当然不能说 因为我们只是浇灌 只是栽种 反正信不信都在神 我们就不好好地去准备讲章 不好好地祷告 行不行呢 当然不行 虽然说浇灌和栽种 都不能让它生长 但是保罗在下边也讲了 他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下面 第八节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造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也就是虽然我们不能够浇灌生长 我们的功能不能够叫人信主 但是我们的浇灌 我们的栽种 也必须是勤勤恳恳认认真识的 因为神将来要按照我们浇灌和栽种的功夫得赏赐 不能说就反正都在神手里了 那我们就随随便便就讲 嘲嘲聊聊就绝对不可以 但是你就分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工作就是栽种浇灌 我们就努力地把栽种和浇灌的工作做好了 那剩下的交给神来做 所以像这些人就会发现 一定要很注意依靠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以前 如果对神有感动 要向随传福音 努力地恳切地替命为他祷告 求神预备他的心 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要求圣灵的待遇 有时候你就会发现 传着传着传不下去了 顶流了 这是怎么办 不要应传 好好地祷告 很多时候祷告你可以不出声 就根据当时的情况 求主带您来开启 那有一次也是 我去小阳道以后第二天就要走 最后呢有一个在探亲的父亲 他听了以后他蛮感动的 但是因为他在国内有一定的级别 他这个就是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呢他也很挣扎 他那天也没有觉知 结果呢我第二天就要离开 他下午打电话 他说我们能不能全家今天晚上来看你 那我说当然欢迎了 那我知道他要全家来看我 那一定要谈信仰的事情 所以他一定是很挣扎 所以最后就来 来了以后呢就谈 没想到你刚谈到信仰吧 他又扯了很远 我又把他拽回来 拽回来刚唱两句 他又扯了很远 那我就知道心里一定很挣扎 如果他完全对信仰没有兴趣 他没有必要今天晚上来看我 但是他现在又扯了很远 就说明他这个地位身份 对他的说信仰耶稣也很难 所以可时间越来越少了 这晚上就没多少时间了 可我又不能够一再地打断 他把他拽回来 那这样的话他也觉得会很不礼貌 就是很粗鲁的办法 但是也不能脑子让他这个地球越远 我知道他是有意的回避 就到了关键那个时候啊 他有犹豫了 所以当时我就看他在 我说又什么办 我就给主祷告了 所以一边听他讲 我就一边祷告 我说主啊 这个人是你拣选的吧 是你拣选的 你就让他用什么方法 让他赶快回到正前上 别再扯别的 我刚一祷告完 这家的女整人就说话了 某某先生 你别说那么多了 你就说你要不要悔改吧 人家这个女主人是家里的 你这一家的主人 我住在这一家 又是一个平行徒 他就不会计较他这个态度 对不对 可一问到这儿 你就说你要不要悔改吧 把他逼到没法再扯别的了 结果那天晚上悔改清楚 所以你就会看到 所以很多时候 在整个传福音以前 传福音当中 以致在福音以后的更进工作 都需要圣灵待遇 如果离开了神的工作 我们人是很有限的 你说什么游子银 师父讲的光点 你有什么能来 你就能够把人家一辈子 形成的世界观 价值观都改过来 绝对做不到 我们只是一个器皿 只是一个通道 神是借着我们的这个通道 把他的感动 把他的爱传递给对方 如果圣灵不做工 你把嘴皮子磨破了 也没用 所以这一点就是注意 一定是要注意这个圣灵的工作 再一个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很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要赤手真道 犹大叔第三节说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什么叫赤手真道呢 就是保罗讲的要 一直以十字架为中心 这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他从第一节开始他说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颜大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整个福音的信息的中心 就是十字架 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那么他后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他就稍微讲的详细一点了 那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从十五章第一节他开始说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天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第三天开始 我当日说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这个埋葬了就是在加强前一句话 死了 然后呢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日复活了 并且给基法看 等等的显现了 实际看得很清楚 因为耶稣基督显现了 他就一定复活了 所以这两个就是 实际他讲的就是为人的罪 耶稣基督受难 受死 埋葬 最后呢 复活 显现 圣天 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信息 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死 为什么耶稣要背十字架 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否则耶稣不会上十字架 对不对 他讲一篇大道理 那大家就信主了 他非要上十字架 就是因为他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要整个以十字架为中心 十字架为中心 所以福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解决罪的问题 让人能够重新与生活好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罪的普世性 圣经这里面讲的非常的绝对 每个人都是罪的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有一个例外的 在这一点上 很多的朋友们他们不理解 他们不太理解这个罪的意思 你想前不久 有一个在探亲的父亲 他女儿信主了 所以女儿帮他领到教会 领到教会以后呢 他教会感觉挺好的 听牧师讲的也不错 就是说他是罪人 他不愿意 最后他跟牧师说 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 牧师说不知道 他说我是老运动员 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明白 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 你是田塞啊 近塞啊 他不是 老运动员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次来政治运动 我都被揪出来斗 是斗争的对象 当时大陆政治运动员多 每一次运动来 他就是被斗争的对象 每一次运动都与他有份 所以他是老运动员 他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标准 以不变应万变 你怎么动我 我就是死不认罪 我没罪 就顶住 坚决顶住 最后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都顶过来了 没认罪 那么困难时我都没认罪 今天到美国来探亲好了 反正让我认罪了 那么难的时候我都顶住了 现在我怎么可以认罪了 而且他跟牧师说 你看我来美国来探亲申请签证 我们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 要不我怎么能美国政府给我签证呢 所以他跟牧师说 他牧师 只要你不让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马上信耶稣 那你说不是罪人还信耶稣干什么 所以这个人 当然最后他知道自己有罪了 所以后来在大会上公开的宣布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蒙耶稣救赎的罪人 这就清楚了 所以罪的不是罪 所以这个观点是和很多人不明白 说我缺点错误总是有的 那有缺点有错误就是罪吗 很多人想的罪就是行事犯罪 杀人了放火了犯奸淫了贪污了偷盗了被抓住了 被人起诉了 那法院宣判3年5年 无期徒刑杀头 这就犯罪了 甚至说我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做了 触犯了国家行李的事情 但是因为没有被人发现 没人起诉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没罪 甚至已经被起诉了 因为我的律师特别有办法 一辩护 最后法庭宣办无罪释放 就像在加州的奥迪森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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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 然后最后没有啥 没罪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理解的罪 那么这种罪 从圣经来说确实是罪 但是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 比这个还要宽广 圣经中讲的用好几个字来形容罪 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射箭或者打靶 射不中红心 什么意思 偏离了标准 这就是罪的含义 那意思就是说 当初神造我们 是为了荣耀他 但是当人犯罪以后 人再不以神为中心 而以自己为中心 那么这样一个 自私的这样一个核心 就再不能够荣耀神 整个偏离了当初 神为人所制定的人生的目标 那这就是犯罪了 再一个就是从十条见命 凡是犯罪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 能够做得到十条见命 都达不到 达不到就偏了 所以呢 这就讲了一个所谓积极的犯罪 什么积极的犯罪呢 就是这个老约翰讲的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犯罪 这点就有点像所谓的行事犯罪 神说不可杀人 不可偷到 不可见音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情报 就对着神的律法 一反显道而行之 那当然是犯罪 另一方面 雅各书在四章十七之前还讲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也是他的罪了 表面上看 人并没有做坏事 但是如果人知道神要让我们去做一件好事 做这件善事 却不去做 在神的眼里也是犯罪 为什么 偏离了神的标准 大家看到没有 无论你是积极犯罪 是消极犯罪 你最后都偏离了神的标准 所以在神的眼里都是犯罪 而且人必定要犯罪 为什么 因为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被他奴役住了 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 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做 偏要去做 做完又后悔 后悔完了再做 为什么 被奴役住了 就像吸毒啊 赌博啊 都完全被困绑住了 这个赌博啊吸毒是比较表面化的 大家都知道的 实际我们内心都有很多的困绑 所以他们不能不犯罪 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还说 十堂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 世上实在没有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我们都是罪人 并不表明说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犯罪 我们也会做三件五件好事 问题是我们不能只做好事不犯罪 这就是圣经讲的意思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必定要犯罪 那么最后十下中心就是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让一切相信他的人 耶稣基督的宝血 帮我们的罪所洁净 让能够重新有生活好 第二信主以后 要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成为一个有伟生的基督徒 这就是整个十字架中心的意思 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唯独圣经 就是我们所宣讲的一切的救恩的知识 赤手真道一定要拿圣经的话语来做 就像我昨天讲圣经无误 这是一样的 决定的是高举神的话语 尊重神的话语 传扬神的话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明白了整个十下中心是赤手真道 福音的最核心的信仰以后 我们就要注意 一定要警惕所谓的成功福音 也就是成功福音不讲罪 只是说你现在你想得平安吗 你想得祝福吗 得平安得祝福想得平安祝福 都来信耶稣 那谁不愿意得平安 得祝福谁不愿意想平安都来了 或者说你不是今天现在身体不好吗 赶紧来信主 你希望耶稣 你给耶稣一祷告你的病就好了 你今天不是现在没有工作了吗 赶紧来信耶稣 你今天一信明天保证给你一工作 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 明天不是要考试了吗 你不是没准吗 赶紧来信给耶稣祷告 明天一考试准是 就类似这样的 不谈罪 只谈为他得到世俗的好处 而信耶稣 这就叫成功福音 为什么说这又不好 这个是害人害己 我们觉得把他领到主里来了 他以为他信主了 实际根本和主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讲得很清楚 人若口里认耶稣是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事里复活 就必然得救 你不认耶稣是主 不相信他耶稣的死和复活 那耶稣为什么要死 因为人的罪 所以在界点上非常要求 为什么 因为最近我听见好几个人跟我说 不是一个人的 我都信主好几年了 今天听见你讲道 我才知道 我原来还是个罪人 那你说都不知道自己罪人信的是什么 我倒是不责怪这些子妹 我要问的是 当初传福音的人 你们怎么传的福音 你怎么令他觉知的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 这个要广传福音 把很多人领到基督面前 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要传要传清楚了 你要传清楚了 他信了真信了 那就很好 如果你传不清楚 他以为他信了 根本没有信 而且这种成功福音 靠着想得世界的好处来的 你将来跟进很困难 你告诉他就是 你想得这个 得那个 得健康 得金钱 得地位 得好成绩 完全为了得东西进来的 将来你就让他背十字架 他不对啊 跟刚出传的不一样了 来不就要得好处了 怎么现在又要让我舍己 又要背十字架 他觉得好像当初上当受骗似的 这个感觉 就好像我们用信用卡去买东西 一分钱都不交 老是去花卡 没想到他到月底的江山传来了 他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福音传进去 最后再跟进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们报的目的就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信主 那有人说 那现在人都不喜欢听罪 你一讲罪 把他吓跑了怎么办 吓跑就跑了呗 他连罪都不愿意 他信什么耶稣 如果这种人是真愿意追求人生的意义 也愿意追求真善美 他最后一定要回来的 你因为他不愿意听罪 就不讲罪 那我们就整个把十字架的这个中心 全都丢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传福音要传清楚了 绝对不能去传成功的福音 再一个就是 所以我们说 在传福音当中有两个大的偏差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 改变了福音的最核心的信息 就是把耶稣的十字架 不传讲耶稣基督变成第一十字架 把中心信息偏定了 这是一大危险 第二大危险就是 刺手的中心思想 但是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 也同样是 在谁都是这一套 十字架 耶稣基督变他第一十字架 他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 都讲那个 那不行了 所以对不同的人群 要用不同的方法 你看 保罗在高林提前书 他就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唯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一些人 但这不是说保罗 随风倒 见什么人做什么人 他的目的就是说 他见了什么人 他就给他们打成一片 目的是什么呢 要救这些人 所以今天我们对不同的人 要有不同 一定传福音 要从需要入手 当前他碰见的困难 他碰见的问题 碰见的难处 这样去帮助他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目标 当然是从 由治本到治标 对不对 首先那个帮助他 能够认识主 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那么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以后 那别的好的问题 相信你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传福音的目标 是从治本到治标 但是传福音的手段是什么 要从治标到治本 也就是说传福音的方法 是先从解决表面上的这些问题 他的困难 他的难处 他碰见的一些最大的需要 帮助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解决的目的为了什么 最后还是为了要把它领到耶稣面前 让他真正能够生命 整个得到的改变 所以一个目标和手段要清楚 但是这个绝不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去向人传福音 先去帮助他 先去爱他 那这个就作为一个手段 那目的是希望他能够信主 如果这样做一个简单的二分法 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失望 花了两年三年 因为刚来也没有车 你帮他开车 帮他找房子 带他去买菜 买东西 帮他存银行 办银行的开户 办social security 什么都帮助他 一年两年他也来教会 可是他以后 当他能够自立的时候 他再不来教会了 哎呀 还真是找我 还真伤心呢 我这一两年的功夫就白费了 那当然 如果我们把他这个观音 他就爱他作为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 那当然我们就会很失路 但是 如果我们把他对他的爱 对他的帮助 就看成是目的 我们就是为了爱你 就是要帮助你 当然你的信主更好 你看 就是即便不信主 你相信 这种福音的种子 已经撒进去了 他会想的呀 无亲无故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也常常给部导佑讲 我说你不要觉得 基督徒都是傻瓜 都不知道被你们利用 他们就是心甘情愿的 愿意被你们利用 你们想为什么吗 因为基督的爱 所以这种东西你 即便他最后没有信主 你也不要觉得工作都白费了 实际通过我们的爱 通过我们的帮助 福音就已经 总之就傻在里边了 也许下一次他到别的地方 他就信了主 所以千万不要 要截然把这两者分开 所以你看 刚才传的方法不同 耶稣对尼格蒂姆 对撒玛尼亚夫人讲道 完全用不同的方法 那么保罗对 路斯德的人讲道 对希腊的外邦人讲道 那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我昨天也讲了 传福音的方法 现在的非常多元化 我个人的想法是 如果条件许可 如果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 同样一个人 最好的办法是 先建立友谊 先有一个互信的关系 再去讲 除非今天没有坐飞机啊 赶火车啊 就这样做完 到时候下次更永远碰不着的 你再抓的机会 给他讲一点福音 那就比较好 但如果经常你的同事 朋友经常能见面的 最好的方法还是 先建立友谊 建立互信的关系 这是最好的途径 而且呢 对不同的族群切入点 要适当的调整 你比如说 大家我们现在做 三元福音步道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也是证明行之有效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他两个两个都出去 他让你把这个 要传的福音内容都背下来 所以无论对方 怎么样去搅扰或者打断 你都要想办法 把你这一套 全部要给他讲清楚了 有时候我们去探访 一个人去就很困难 你讲着讲着 他给扯一边去了 你又扯不回来 一会儿两个小时过去 还没扯到正题了 那两个人就过去了 这个他就是 两个人去 如果这个人打扰 这个人就来帮助他 把他抓回来 然后你这一套 要一定灌出 所以呢 三颜福音的步道是一个 不实施一个好方法 但是 有些切入点就要注意 你比如说 这三颜福音的步道 第一个问题 见了人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就要离开世界 你觉得你一时会上天 他会下地狱 这对中国人来说就不太好 一见面你就说 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人家说你不是在咒识我们吗 所以这是第一 不一定要说 再说了 这种切入点 是根据美国这个有神论 占主导地位的建议环境 第一呢 人对死不是那么忌讳 不是一谈到死就觉得 慧秋 这个根本不谈 老是回避 他们觉得谈很安详 因为知道死后有神秘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们相信有天堂有地狱 其实这两个大前提 你才问他 如果你今天晚上就离开世界 你知道你上天堂和下地狱 如果你在一个无神论为主要的国家 第一 他很忌讳死 你一谈他就很难受 第二 他根本不相信天堂和地狱 他就说无所谓 上天堂也可以 下地狱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切入点就有问题 所以像这些人就会发现 对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文化 我们在切入点上要适当调整 不能够千篇益地 对谁都是这一套话 那就不可以 再一个就是 我们今天是一个多方位 多层次的立体的浮衣事工 我昨天也谈过 我们可以有布道会 也可以布道 可以宣讲 也可以写文字 也可以是影像 那么现在又可以是广播 也可以是网络 你看那厉害的很 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就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在其中做一份两份工 就是让我们各种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工 能够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同事工的弟兄姊妹 一定要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帮助 而不是彼此的批评 差太 所以这一点是很要点的 再一个就是 我们一定要装备自己 作为穿福音的人 我们要好好地装备自己 那怎么装备呢 第一要追求圣洁 这也是提摩太后书保罗 对提摩太讲的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的人 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这一点讲的 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来讲 首先自己的生命要被建造 我前面也讲了 传福音也好 你去侍奉人也好 就是生命的侍奉 是要把基督的生命传递给他们 而不是把道理传给他们 所以去查福音的人 侍奉的人 要成为生命的供养者 要供给生命 首先我们自己要有生命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追求圣洁 人有各种各样的器皿 但是 当然器皿 神的用法不一样 所以有个人说 就像外科医生是一样 他做手术的时候 什么弯的直的 长的短的 器皿全都可以用 唯独是脏的 不能用 今天同样 我们在神的家里 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恩赐不一样 我们是不同的器皿 什么器皿神都可以用 唯独不圣洁的器皿 神不能用 所以今天要真是要自己要成为这个福音的传递者 那很重要的就是要追求圣洁 第二历见骄傲 这一点我都在这个纯谦卑的心已经讲过了 骄傲是人的本性 是罪人的本性 谦卑是属灵人的特质 往往有时候我们一旦骄傲 我们就很容易离开神 一离开神就跌倒 我们自以为自己能够站得住 第三 要好好地研读圣经 要把自己主观的属灵的经历 与圣经启示的客观的真理结合起来 就是昨天我在讲认识基督的时候 专门谈了这两个方面 我们的信仰 第一 不是一套纯理论的一些知识 同时也更是我们和主 个人亲密相交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 所以这两者之间呢 主观客观的经历一定要结合起来 既然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有血有肉的 既有圣经的真理 又是让人看得那么鲜糊 那么真实 让人看得那么可信 如果你单单讲主观经历 别人也不一定能够领受 甚至因为他不一定经历得到 但是如果你单单讲知识 人家觉得干巴巴的 就像在说教一样 所以一定是这主观客观的东西 要把它结合起来 要好好地读圣经 所以实在的 我们今天在圣经上是下了功夫 和老一辈的传道人差的太远了 像这个我在神学院念书 这个老院长曾临方牧师 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学圣经啊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 从圣经上撕下一页 装在兜里 每天就背这一页两面圣经 背完以后第二天再撕一页 再装兜里 这么背的 现在这么大 快九十岁了 那圣经都在那儿 你问什么 就全脑子去 那有时候我们大概也知道 大概在什么地方 早半天找不着 或者章节记不清楚 半半天也放不着 得了得了就忘了 所以我的经文会变老师放在旁边 有时候那经文也找不着 圣经不守 所以 真经方牧师说 你们做传道人的 去穿福音的 非要在圣经上痛下苦功夫 如果离到这一点 你还做什么 如果没有圣经的话 没有神的话 我们传的不是道 只是道理 讲很多道理 所以今天有时候 我们要传福音 布道 甚至培宁 实际培宁和布道的信息 是可以互用的 布道的信息 主要是对木道朋友 但是对弟兄姊妹也会有帮助 同样 培宁的信息 主要是对弟兄姊妹的 但是木道朋友 听了他也会对他有帮助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道 圣经不守 在讲台上只能讲道理 有时候讲很多的笑话 很多的新闻 为什么 道不够 没有了 讲二十分钟就没有了 剩下四十分钟怎么办呢 很多东西难以终数 这就不行 所以传道人 传道人 就是传道的人 所以这一点看就是 我们的焉读圣经上 一定要求神帮助 我们要下苦功夫 第四 要诚实无畏 保罗在这个菲律比书 第二章也谈到这个问题 他说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畏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 我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所以讲到 我们要坦荡正直的做人 诚实无诈的传道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注意到 有时候书记上 或者传道人传讲 就谈到达尔文 最后到临终的时候 我悔改清楚 后来因为我要写尤子银 我要写了《进化的创造论》 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 所以后来我就翻了几本书 都是谈到达尔文晚年的时候 最后悔改了 我就直接跟写这本书的作者联系 我说你们认为达尔文悔改了 你们的资料在什么地方 结果他们也找不到处处 也是从别的书上看的 最后有一个人就问 你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care 为什么管他真的假的 难道达尔文信主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我说当然如果达尔文真信主了 那么对坚持进化的人来说 他们信福音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达尔文是不是真的信主 我们千万不能为了效果 不去顾及这件事情的本身 是不是正确 所以后来没办法 我就自己去查资料 最后我找了一本英文书 证明达尔文在死以前两个月 在给他朋友的私人信中 坚持他的观点不变 所以现在没有证据说 达尔文真是临终的时候 是悔改信主 所以达尔文如果真的悔改信主 当然是好事情 问题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悔改 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些 不是很缺实的东西 为了达到这个传福音的效果去讲 那实际我们是对神的福音信心不够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相信的人 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带着力量的 不用用一些不识的一些例子去讲 当然有时候我们在举例的时候 你不能对每一个例子都讲的 知道那么清楚它的出处在哪儿 真实性有多少 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个例子不真实的时候 就不能再用 否则我们就是对神的信心不够 而且也是在说不实际的话 所以一定要诚实无畏 所以坦荡正直 我们这个人传到人 传福音的人 一个光明正大 光明磊乐 诚实 坦荡 见一个人 这个人摆在他的面前 对目道的朋友本身就是一个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